想要告別 就是其實 我到想一天上去的事情我就可以哭 今天為什麼我們開場大談一口氣呢 因為有人竟然好好的歌壇天后不當來跟我搶飯碗 就是我們今天歡迎的是歌壇天后 但是現在進軍所有的這個電影圈 每一部都表現亮眼的Ella 嗨 哈囉 大家好 我們要跟妳搶飯碗 有啦 你幹嘛沒事去想什麼記者啊 與其說我是去在電影裡面飾演記者 我覺得反而這個故事不是要探討這個職業 比較多的是探討這個人他的作為 以及這個事件給你的感受是什麼 而不是要探討這個職業 可是我跟妳講 妳只要有追求真相的熱忱 妳就很適合當記者 然後妳又在電影裡面就是演的 真的是讓我覺得 喔 還好Ella沒有念新聞戲 還好Ella沒有來當 否則今天這個某某電視台的一節舉播應該是妳 沒有 我倒是想問妳 妳剛剛講到的一個重點 就是追求真相這件事情 妳自己念新聞戲嘛 那妳念新聞戲妳覺得 真相這件事情妳是怎麼去定義它的 我說實在的 妳這部電影讓我有點開眼界 就是其實每個人看到的真相都不一樣 沒錯 欸這句話我以前沒有真的認真想過 我一直認為就是 非常有自信的認為我調查的東西就會是真相 我覺得這個戲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真相永遠都是以複數存在的 所以我希望就是看這個電影的人 大家就是可以真的先把妳的心放空 妳不需要先去預設立場說 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我覺得沒有真正的好人跟壞人 其實就是每一個人的立場不一樣 每一個人所做的選擇也都不一樣 但是我真的覺得人就是一個自私的個體 我們都是為了能夠活下去 生存下去才會在那個當下做一個這樣子的決定 它不是讓妳看完以後心情很好的 會有很多思緒 然後又讓妳覺得 啊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但是妳又想說 真的是她的錯嗎 她真的就是一個這麼壞的人 但妳仔細想想她其實做的只是她覺得該做的事情 因為她是新聞記者 她看到的確是真相 她看到那個當下那件事情是真的發生的 只是她選擇將這件事情放大 輕描淡寫的新聞 甚至好人好事新聞 愛看的人比較少 這真的是很現實的一個環境 所以為什麼新聞記者通常都在渲染事情 都在放大事情 或者是挑負面新聞來報導 這真的大家 解解一下 這就是一個惡性循環的環境 其實也不要這樣想 就是說希望大家以後不管在看到什麼樣子的一個文章 或是新聞事件 可以再多一些角度去想 而不是說就真的相信那個文章裡面告訴你所有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其實不只是這個工作而已 我覺得每一個人也是 就是現在大家都有自媒體 都有社群 都有在玩 Aleana的自媒其實做得也很好 謝謝 你的頻道做得也很好 在這邊大家可以去訂閱一下 謝謝喔 但是其實我剛剛講到這個就是說 其實每一個人在經營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確定她 你看到她所經營的那個樣子的她 就真的一定是真正的她嗎 也許 我後續 但他不人都很假 除了我們之外 哈哈 因為你多多少少都會希望是一個好的 或者是你希望給大家看到的那個感覺 是什麼樣子的形象去呈現她 可是說真的這個有錯嗎 也沒有錯 這就是你的選擇 而且這是人性 大家都希望大家 對 她選擇很重要 對啊 Aleana演了一部片之後 感覺錯誤非常多欸 其實很妙喔 這部電影是在聽見哥在唱之前所拍的 好適喔 所以我拍聽見哥在唱的心情 跟那個完全是兩回事 可是其實我跟你講 她外表看起來有點像 我指的都是那種 就是一群辛苦的孩子 對都跟小孩 對然後就是本來可能 感覺是很沒有希望的 然後最後闖上出一些成績來 都是這樣子 外表上是教育片 但實際上兩部電影要傳達的訊息 完全不一樣 這蠻深蠻多 我覺得是這個角色真的給了我好多 思考上面的一個方向跟不一樣的點 然後我當時在演這個戲的時候 我心裡會覺得說 其實作為演員 其實心真的要很大很空 你好像要有一個空空的 完全空白的房間 然後要讓這個角色進去那個房間 讓那個角色拿著麥克筆 在你的這個房間裡面 寫下好多的筆記 就是你對這個人開始慢慢的建立這樣子 我說真的我對於這個角色 也許我可能一開始 跟你們的感覺是一樣的 如果你們看完電影 我會對他有很多的不認同 我會有一些不能接受 可是當我認識他理解這個人了以後 我其實是非常心疼他的 我會很想要擁抱他 欸那你會不會覺得像這部team 那麼深的這個背後的寓意 然後是自己的孩子看不懂 對啊他會看不懂 對所以他感覺起來 好像是一個青春校園 對像很熱血 對因為他們其實高中生嘛 對所以其實應該是蠻適合學生來看 但是你們家寶寶的年紀應該是來看不懂 所以我們包廠那天他應該 就會在外面就是包包子吧 哈哈哈哈 裡面其實有一些語言啊 還有一些肢體都比較激烈一點 所以我覺得也不適合他們看 欸那我很好奇 像你平常面對我們 但是我們大部分都是娛樂記者 可能跟你在這個電影裡面的人社又不太一樣 對 他算是專機記者 而且其實他做的這個專機算冷門 對 對 可是非常冷門 他沒得選 那個時候他是最絕對 會被交扮 對 這也是我們常常 我們孩子小競爭的時候 很多委屈都是這樣 長官交扮 而且你說你是小競爭的委屈 長官交扮 可是重點是他不是 他其實是從台灣過去的 然後他已經有一點點知名度了 可是他到那邊還是從零開心 可是以他倔強的性格 他就會覺得說 什麼 你叫我抱這個 是嗎 好我可以 但是我就是 我如果既然要抱 我就要抱最好 抱到最好最有點的東西 對 所以他就會去查這個人 然後去透徹了解他 然後才知道 喔原來他有這層過去 其實絕大多數會去做媒體圈的人 應該都是一個不服出 然後 內心有正義感 對 極度的正義感 所以我們往往會真的很主觀的認為我們看到的真相就是客觀 對啊 而且很多記者可能坐到後面 他會毅然決然的離開這個行業 可能也是因為 你知道那個環境已經消磨了他當初進這一行的那個意識 所以你就轉了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才會從 我才會從主播撐轉 我做這一個我才是真正我自己喜歡 喜歡跟舒服 而且說實在 娛樂這一塊 無論你看到真相是什麼 其實都沒有傷害 都是娛樂了 對啊 是比較輕鬆的 沒錯沒錯 我覺得那都沒傷害 可是其他比如說像電影裡面所探討的 這就是比較有傷害的 對 那你這樣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原本是完全 就像如果你今天叫我 叫立喆突然去演戲 我就會演得極賴 對啊 不會你沒有試過你不知道 等一下我們來交換角色一下 就是變成我 我來訪問你是不是 對你來訪問我 因為你都已經演過記者 然後我要假裝我是歌牌的天后 哈哈哈哈 這是你的第一組點 欸 是 然後呢 其實我已經想做這件事情很久了 但是已經沒什麼機會了 那我問你 就是像從歌手轉成演員 中間的過程 你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嗎 你也要配台詞啦 然後你要進入那個角色 那個角色可能跟你的歌星 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再加上 我要再把這個角色演出來的時 我還要注意有這麼多的攝影機在旁邊 其實這對我而言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欸我做的是真心外 對 所以 所以你面對鏡頭是會緊張會很難 欸其實如果是像訪談這種鏡頭 我已經很習慣了 對 可是 因為我也有客創過幾次電影 然後甚至 但是我的戲路永遠都一樣 就是我又不會演主播 就是沒有辦法跳脫這個戲路 但我發現演戲的時候 你要當主播是不一樣 你好不好已經播完這條戲 欸我們換一個size再來一次 就喔 又換一個size 就同樣的一則新聞 你可以講到很多次 很多次 然後最後剪出來才11秒 就是 所以其實拍戲是很有趣的一個過程 很辛苦欸 對啊 你要繼續訪談嗎 我還是可以問你 喔可以喔 好那像你身份這麼多嗎 你要如何堅固就是這些東西的狀況 我就拿剛剛的問題來問他 為什麼你剛剛問的問題 我好耳熟啊 沒有沒有 我想到有一題 我不要問這一題 就是你有沒有辦法 在一堆攝影機 跟一堆工作人員面前 跟你的演戲的對手 演哭戲 1 我一定做得到 我有需要一點時間 其實很多人沒有辦法 對啊 因為有時候大家覺得哭是有點負面的事情 它是一個比較負面的情緒 而且我覺得那是一個很隱私的事情 對有些人是躲起來哭的 可是我現在 沒辦法 所以其實當你 如果你真的有機會當演員 真的要演戲的話 你會發現你自己很赤裸 然後 因為你是把你內心很軟肋的那塊挖出來 而且有時候演戲 你是挖你一些人生經歷的感受 拿來做 欸而且我最好奇是像 以 欸來你也是算偶像出身的 雖然你也是兼具實力的 但是 但是偶像這件事情 其實會有一個包袱 就是我現在要哭很漂亮 對 我跟你講主播尤其有這種嚴重的心態 我讚我做我講話 我一定要像就是生生一樣 要哭也要哭真的很漂亮 對 但是你在演戲的時候 就像你剛才講 非常赤裸 而且你又要很真實 你必須要淘汰那些包袱 甚至你可以不惜素顏演演出之類的 這個會不會對你而言很難 我覺得一旦你要當演員 你真的就要拋開這些東西 你也不要管說哪一邊的臉比較好看 真的就是 因為其實當你真的演好了 前面的那個 你就是已經很有說服力了 可是如果你的心裡有很多的雜念 在care這個care那個 care我哭得好不好看這件事情 那你的戲就不會好看 你有糾結過嗎 我其實還好 我小時候演哭戲 你應該一直就 我都是這樣 就不怕醜就對了 對我就是一定 而且我覺得我要演哭戲 我必須點嘴 我才哭得出來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你肌肉的一個 一個輔助幫助你 然後讓你真的可以把眼淚擠出來 然後加上一些情緒 加上一些聲音跟那個氣氛 也是如果現在我們雖然是一個 完全跳空的場合 突然要你哭 也是可以 但是需要一點時間 你剛剛那個表情是已經 就是其實 我到想 當時有事情 我就可以哭 其實是可以這樣子的 你看馬上就哭出來 你不會覺得我很像神經病 但我覺得演員就是這樣 天啊 欸我 我覺得 你有瞬間被嚇到對不對 對啊 我覺得有一天你真的會拿到影后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可是其實因為 最近我身邊的確發生了一些事情 然後你突然想到就覺得 呃 然後其實 你只是不去想那個傷心的事情 你只是把它放在那裡 所以我說演員很赤裸 是 有時候你需要的時候 你真的要打開你記憶裡面那個 不會去打開的抽屜 然後拿出來幫助你這一刻 有一個畫面其實我一直覺得很厲害 就是 你一直很淡定的講話 你的眼淚一直滑一直滑 滑到我心裡想說 這裡面是有裝水龍 喔吧 其實那個 那個是我的最後的殺青戲 而且你知道我演那個戲的實拍 差不多導演是希望我能夠是順的 因為那個情緒其實轉的比較大 然後但是 我在演那個戲 其實那場戲是沒有什麼台詞的 你看到 你最後看到的其實都是我 生出來的 然後我就覺得 如果我是無憂 就無憂力而言 我會講出這些話 很自然而然的 那個眼淚都是一種非常複雜的情緒 可是你說你要面對才可以哭 但你沒有欸 當時你的表情是極度淡定 因為我知道我是無憂力 無憂力他不會把他那一刻露出來 不會 他連大笑都沒有 所以他 所以我才會覺得他可憐 那就是一個很嚴肅的記者 對我覺得他可憐到他連哭都不敢 其實這部片還有一個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就是主題曲 是 其實也是Ella自己寫自己唱 沒有我沒有寫啦 可是這不是你寫的喔 不是不是 野夏天 然後還有沙莉 都是專業人自己 而且這次跟高爾街人一起都有組 然後還有作曲的Karen Sissi 他們都非常的棒 然後也是心事在 而沙莉這個另外一個插曲 他就比較像是無憂力的情緒 那沙莉就是整首歌都是有個來演唱的 所以現在可以來聽聽看 每次呼吸 記憶踏脫著孤單的距離 放任遺憾在不停的堆積 不能為力 想要告別 哇 那尾音超美的 其實唱這個歌在錄音的時候 我自己會瞬間被拉回去 然後裡面有幾句歌詞 會讓我覺得好揪心啊 馬上就會眼眶紅 哇 所以就是邊唱邊 其實無憂力這個人真的是有一種 我心會把我 他就是會 會佔據我 對 因為你看事隔三年後 我在討論他的時候 對 我在討論他 然後再去鬼祥的時候 我真的又好像被無憂力給佔據 然後我的情緒就是會糾結在他 因為我第一次看完試片的時候 我走到外面我眼淚還在掉 因為我看到了太多 我無憂力沒有看到的畫面 然後我就覺得 什麼 原來在我離開之後 還有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我到底做了什麼 的那種感覺 可是 但是因為我是那個角色 我不知道你們看了以後 是什麼樣的感覺 那因為我接下來自己 也會再去看一次 真的是在電影院大螢幕的感覺 我也蠻好奇 我第二次看會是什麼感覺 嗯 太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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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請大家支持 也夏天 也夏天其實3月25號就要上演了 是的 對 所以大家趕快進7月 如果一刷 二刷 都可以看到 像剛剛Ella講的 有不一樣的感動哦 謝謝 然後麗澤也要在這裡許願一下 希望有一天可以 訪到你們三個人 合體主演的電影 謝謝 謝謝 我想要透過追求真相 讓這個世界更不一樣 比白金人才卻永遠出 可不可以在那個Selina演 因為我跟你講我自己是恐怖卡 我也很想看她演的 真的假的 我超愛看恐怖卡 那你最近有看那個嗎 當然有啊 而且我跟你講我還做一個很可怕 我連她的預告片我不敢看 我們直接在看完特映會 凌晨子時 然後真的12點衝去導演工作室去開箱 而且我還找01YouTuber去測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啦 我們同時的呢 而且真的有測到 我幹嘛啦 有 這位眼前水當時就嚇歪了 我們很想跑掉 是那種拿著兩根棍子 然後她就這樣打開 那個是比較傳統的 我們拿更科學的 我們是那個是一個儀器 你要靠到 一般如果是我們接近它一公分 它才會叫 因為它其實是磁場探測而已 所以它旁邊沒有任何東西 可是就是叫得不停這樣 距離那個東西都至少一公尺遠 然後我們就問說 因為導演說 先前有有那個陰陽眼的人去 他的工作室看到說有個小男孩 所以我當時就 就是那個01YouTuber是這些KC的主人 就問說 請問現場有個小男孩 立刻叫 沒有秒差的叫 然後我當時就 這比伯伯還要準 對 然後我想說 這個應該不是我們工作人員的特效吧 好厲害 那你們到時候投機的時候 也要來做這個實驗 對 我們一定要來做實驗 我們找Selina一起來幹 可不可以找你一起啊 沒有礦喔 我最近超忙 哈哈哈哈 我就算有空 我也不想要做這種東西 太恐怖了 我晚上想要好好的睡覺 我想說 這個應該不是我們工作人員的特效吧 好厲害 看Mine你講完 她就跳掉了 真的喔 又有靈異現象了 我不知道我是沒電嗎 還是奇怪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任何精彩內容 隨時上架 我們下回再見